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今天召开记者会 至于台湾车测项目偷工减料 因为国内的车辆检测当中 只有前面位置跟侧面的撞击测试 这跟欧美国家相比是明显简单很多 立委之于台湾的车测中心明明有能力来检测 却因为交通部没有来强制规定 车厂在节省成本情况之下 根本就是罔顾民众安全 驾驶一个不注意状况随之而来 车辆安全性变得格外重要 但立委演出台湾车测项目疑似偷工减料 人民安全没保障 50或40的偏执 你只吃到其中一根的大辆 那尤其一半以上力量是被分散掉的 那你今天全宽的碰撞 跟这种40%或50%的碰撞 对于车内乘客或驾驶的 冲击程度显然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后面撞击这一块 各位看到受伤比例其实也是有提高 那甚至我们在看到常常有所谓 后面被撞到油箱漏油 起火这个事情 摊开各国车辆碰撞测试法规 除了前方与侧边的测试外 欧洲与中国大陆更多了后侧追撞测试 相较之下台湾的碰撞测试 则显得相当阳春 讲清楚交通部的立场 是站在车商那一边 还是站在人民这一边 我也为你请问贺城部长 你的立场是人民的安全比较重要 还是车商的利益比较重要 立委徐永明强调台湾车测中心 明明有能力测试多个项目 交通部确对碰撞法规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同样在欧洲生产出来 或者卖出来的车一撞 人偶受伤程度失误没那么严重 那同样的车如果在台湾的规格 去撞的时候 人偶受伤程度比较重 是不是在同样的车 先进国家设计完之后 到台湾生产之后 某些安全配备被拿掉 基本上我一般认识 华贵是一个保障车辆安全 最基本的民产 这个基本民产的高或低 当然这个就有一些整体的偏能 当然就 不过就RP的立场 当然如果困难政策是有退的话 RP能量民主 那当然我们就去高费 车测中心化挑明说 有能力处理更多项目的检测 不过碍于政府法规 没有强制规范 加上检测项目越多 车商成本越高 在节省成本又没强制规范下 当然能少则少 但是官民众人身安全 成本与安全孰重孰轻 交通部不能视而不见 欢迎新闻 廖文 普丁向城 台北报导